我快乐 因为我有音乐做朋友 也曾卑微 也曾失落 可是从不退缩 超级女生的全国巡回演唱会了 那再过一会儿呢 超级女生全国演唱会的第一场成都战的演唱会就要开始 节目的最开始呢 我们先来看看演唱会那边的准备情况 究竟怎样 超级女生全国巡回演唱会成都战 今天即将开场 在成都机场 作为全程参与的独家电视媒体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她就是张亮颖的妈妈 好久没有见到女儿了 这次她特意赶到机场接女儿回家 有好几天啊 就是排练嘛 就是在北京嘛 因为很想她 现在就及时赶来接她了 今天在比赛的时候她就说特别想吃你做的饭菜 就是就是 有机会的话是不是还要带给她这些方式 肯定啊肯定啊 她就是喜欢妈妈做的菜 就在跟张妈妈聊天的时候 超级女生们露面了 自从今年的超级女生总决选结束之后 大家很久没有见面 能够再次团聚 还一起参加生平的第一次演唱会 大家都选得非常的兴奋 正当各位超级女生聊得开心的时候 一向形式低调的张亮颖 带着歌迷送给自己的超大娃娃 跟着妈妈先行离开 娱乐无级线荣荣在机场独家报道 就在超女生边 我们的记者呢 在这一段时间将会零距离的 对超级女生进行贴身报道 所有的独家资讯呢 将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见面 没错 娱乐无级线呢 为您发回的超级女生演唱会周边新闻 一定比演唱会本身还要精彩呢 参加演唱会的超级女生们在酒店碰面 大家都十分的开心 接着呢 来看看我们的记者从酒店发回的独家报道 当天燕衣倩 郑庆文 丁丁 夏颖 是最先抵达成都的超级女生 下飞机后 他们立刻赶往下榻的酒店 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 酒店方也是花了不少惊喜 还特地把他们的照片挂在了酒店的墙壁上 到达酒店后 第一个冲进房间的超级女生是郑庆文 我们要一起到成都去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你到成都来 我们带你去吃 带你去玩 什么什么什么的 结果才知道我们住的是龙泉 离市区好像有一定的距离 那个一定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 慢慢的慢慢的 根本不可能逃出去 但是还是要先把工作上的东西忙完了 然后才能才能去就是去做私人的事情 相对而言 另一个房间的丁丁显得低调许多 为了向大家展示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这次来到成都的他 穿着打扮都很随意 并没有刻意的去化妆半量 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希望大家都来听他的演唱会 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的演唱会 希望大家支持我 丁丁谢谢你们 夜幕降临后 从外地赶到成都 姗姗来迟的和杰出现在了镜头前 好久没见了哟 是啊 感觉怎么样状态 不错啊 欢迎光临 国人欢迎酒店 你们挺 穿的好少 这边有点冷啊今天 对啊 我在那边还在出太阳 我下来就 从哪边过来 下雨 南京 南京 对 怎么样现在准备 马上明天要彩排了 绝对冲宽 还没到自己的房间 和杰就被墙上自己的照片所吸引 不过服务员却忙中出错 把她带到了张亮颖的房间 几经周折后 终于找到自己房间的和杰 还不忘打探好朋友 林雨春的房间好 真的吗 春春住这 对 我安排就这么特意 给你安排 有着超强舞台魅力的和杰 对于这场演唱会 自然是非常的期待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希望我的演唱会 能够不让大家失望 然后 和范文 跟我一起疯 我的演唱会 娱乐无机器 柔柔在酒店独家报道 哎 一看到和杰 我就要想 今天晚上 她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点燃这个舞台呢 不过我想 不管怎么样 她每一首歌 都会充满了独特的和事热情 一定会让粉丝们疯狂个够的 没错 场上上去的两位超级女生 黄亚丽和舍曼妮呢 也以最快的方式赶到了成都 她们两个非常可爱 快乐的宝贝 到哪里都会给人带来欢笑 那在酒店 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来看看她们的消息 接着和杰 到达酒店的超级女生 是黄亚丽 舍曼妮 陈佳琪三人 你好 好点了 有没有来过成都 第一次 第一次 有没有说好要怎么玩 好 可以咯 有没有商量好 怎么出去玩 超过 准备嘴巴这样麻的 马上就要见到很多好朋友了 黄亚丽也是情不自禁地 说起长沙话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好轩 好轩 你们敢在城中的地方 说长沙话 我在北京说长沙话 真的 老小 因为我长沙话不到位了 但是我们别走 然后被无数的人认出来 是的 打扮得很丑的时候 不是 我们在说长沙话 他们以为我们说 因为我们是韩国人 来到酒店的三个女孩 也是非常的兴奋 黄亚丽被安排 跟先来一步的 叶一倩住在一起 可是当看到我们的镜头时 正在休息的叶一倩 马上躲进飞窝里 不肯出来 不肯拍我啊 好 出发你 有一个声音说不出拍 谁 哇你现在穿了 慢慢坐 啊不得拍 你让我来啊 你都不想见我 尼尼 好多人 赶快出去 你没化妆了 化了 那你为什么不出来 随后从家里赶到酒店的张亮颖 也出现在镜头前 一走进自己的房间 张亮颖就很小心地 拆起了歌迷的来信 等一下 你是在想还是在看呢 我怕把撕烂了 我有一次 撕这个信封的时候 就把里边的信撕烂了 还是撕烂了 回到自己的家乡成都 初开演唱会 张亮颖也是充满了期待 这是主场嘛 对对对对 还是很激动嘛 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 有演唱会 虽然不是一个人唱 和其他的超级女生一起唱 还是很激动 会唱几首歌 还不知道 你这还不清楚 会唱最拿手的几首 其中的一个吗 这个还是给观众留一点想法 好不好 我就不说了 他每一首歌都是弄的 这位兄弟很不错嘛 很聪明 娱乐无纪线 荣荣在酒店独家报道 哇一个傻 一有人气就是不一样 你看亮影 人到哪里 歌迷的信就到哪里 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不过 为什么看了这么长时间的新闻 就是没看到李雨春呢 哎呀 因为李雨春现在是人气偶像嘛 每天都要对付的活动 实在是太多了 代言啊 广告啊 录制新歌啊 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事情 全部压在他身上 真怕他会越来越瘦呢 呃 当然事情再多 李雨春呢 也一定会参加超级女生 全国演唱会的 说不定 他很快就会出现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荣荣 我现在是在这个成都的 这个超级女生 巡回演唱会的这个 化妆间门口 不过呢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 在酒店出来的一些超级女生啊 可能现在全 全部都在进行这个 最后的 应该不算是最后 但是也算是紧张的 一个排练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在干嘛 我还以为他们是在这里排舞 搞半天 全部都在这里 跟按摩一样 很期盼很想看到我们的 第一场演唱会的舞台 想象应该很大吧 应该很大吧 嗯 应该很闪吧 哈哈哈哈 如果突然 碰出了一个神秘嘉宾 就更好了 比方说 古天乐啊 翻微博啊 什么什么的 那就更爽了 哈哈 突然闯入的林雨春 马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们的镜头里 当然也少不了 这位超人气偶像 但是 怎么现在才不敢见 呃 太想你了 不敢见你啊 哈哈 哈哈 没有 呃 在忙着拍 那个芙蓉花拍 呃 今天晚上是从十二点到凌晨四点钟 拍夜戏 呃 我目前还不知道 只知道我是拍一个 在一个咖啡馆里 桌上的歌手 是一个客串的角色 何杰一听 竟然吵着要去探班 你们知道吗 我今天晚上准备在那个 强盏中间打一个洞洞 哈哈哈哈 然后晚上就骚扰老大睡觉 等着老大今天晚上 呃 我们去探班好不好 真的咧 真的啊 说好 一群人在一起 大家都在研究 舞台上该如何煽动歌迷的情绪 呃 练习的话 三下朋友你们好吗 哼 没有 没有 水上的朋友 那还 还没耍好 因为我一般都是临场发挥 那一场发挥 对我说吗 厂子卖叫什么 哎呃 你们朋友那里好吃云 呃 好吃吃云 啊 我就下去了 再见 哈哈哈哈 你 吴地鲜 呃 接下来我要说一段非常诗意的话 如果说超级女生们在演唱会上的精彩表演 就像一颗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 那么主持人就是把这一颗颗珍珠串起来的红线 呃 朋友 这种形容是不是特别贴切 呃 相当的贴切 很有诗意 这个比喻呢 很贴切 也很唯美 不过呢 我们两个在节目里面介绍这么多超级女生的新闻 就算比不上红线 以我们两个的粗犷风格而言 至少也是毛线吧 那是 嗯 好了 开个玩笑 来看看超级女生演唱会主持人现身的消息 全国群慧演唱会将会有两名主持人 男主持人将由李响担任 不过当我们向他求证女主持人任选时 李响却和我们卖了个关子 好像我们在一起跳舞 哈哈哈哈 对啊 我们在一起 这个 唱过歌 跳过舞 好像 好像有 我认识吗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怎么认识 因为 你又跟我不是 这个 一个圈的 哈哈哈哈 采访完主持人之后 当天晚上九点 唱唱中国超级女生成都演唱会 终于进行了正式的实际彩排 各位超级女生一一到场 一场歌喉 很久了 这次成都演唱会的音乐监制是知名音乐人小柯 他对于音乐的要求非常苛刻 在现场也是非常敬意的指导大家 虽然彩排时间十分紧张 但是黄亚丽还是忙中偷闲 向来自重庆的下影学起了四车画 娱乐无机器人柔柔在演唱会卡牌现场独家报道 相比主持人而言 演唱会上大家更关心内容 当然无外乎就是演唱会上超级女生们所演唱的曲目了 所以演唱会的曲目安排 也是充分的照顾到了歌迷的喜好 基本上都是超级女生在比赛当中备受欢迎的曲目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哪些耳熟能详的曲目 随着彩排的进行 超级女生全国巡回演唱会的曲目也随之提前曝光 在演唱会上各位超级女生将有次首合唱歌曲 分别是想唱就唱 Supergirl 再战天后 看我72遍 而最具人气的三位超级女生 李宇春和杰张亮颖 每人还将演唱三首单曲 李宇春演唱曲目为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I's like yours I got the blue 和杰演唱曲目为快乐宝贝 也许明天牵手 张亮颖演唱曲目为 How do I live? Promise don't call me easy Loving you 而其他几位超级女生 则会每人演唱一首歌曲 既然是演唱会 当然少不了 炫目的舞台造型 当超级女生们 退去了比赛时的青色 换上了超训的演出服 哇塞 真的是很有Superstar的感觉 没错没错 那这一次超级女生 演唱会的造型设计 非常有童话般的梦幻色彩 比方说就有花仙子 小天使 白马王子 整整的造型 当然光听这个造型的名字 还不知道到底有多梦幻 现在赶快来看新闻 彩排结束之后 超级女生全国巡演的服装 也到位了 各位超级女生回到休息室 正式试穿自己的演出服 叶宜倩传说中的花仙子造型 确实把她打扮得美丽动人 你刚才把这个围巾当成围巾 我没有当围巾啊 你该是这样子的 黄雅丽的伯爵造型也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不过大家更觉得她像一个小魔法师 适合骑着扫把满天飞 而真正像魔术师的其实是大美女夏颖 天使和解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 拿着魔法棒的她开心得不行 可是要漂亮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件衣服还真是难穿啊 是不是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她的造型还没登场呢 终于白马王子出现了 这样的造型引起了好朋友们的惊呼 和解也趁机跟她玩了起来 哎呀哎呀米奇 我都觉得你们俩的衣服好搭 对大家好搭吧好搭吧 谁跟她搭啊你个人意见而已 娱乐部级线荣荣在休息室独家报道 无论是在哪个地方 所有快乐愿望 期待我与你分享 快乐中国湖南卫视 请不吝点赞订阅